你下次在房间里能不能少放两个屁 咋 咋了 节能减排吗 我这家庭地位是不是又降了一档 每次一推开门 那个味儿受不了啊 真不知道橘子怎么睡得着 那我有什么办法 这谁能整得住啊 你下次出去放 其实根据科学研究 屁是可以延缓衰老 还可以抗癌的 你看 文屁其实是个福利对不对 福利又来了 你自己吸吧 这有福利我们不要 味道真是好极了 不错不错 你爸这是咋了 受刺激了 打劲的不要不要 受什么刺激了 中午跟我爸下馆子 看着一个穿着波 破浪的老奶奶 在那桃子 在天竹热呀 老奶奶不停地叫卖 我觉得很可怜 就让我爸去买一点 这是好事啊 我爸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爸就问人家 桃子多少钱一斤 老奶奶说三块钱一斤 十块钱三斤 我爸说你喜欢吃桃子 然后就存给人家买了 反正也没多少 你爸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但是全买了也不是让他受刺激吧 后来发现有几个桃子坏了 我说没关系 但老奶奶说他家就在 住在附近 可以回家拿给我们 我爸说 要不跟老奶奶 一起去大家吧 省得他来回跑了 路上爸爸还告诉我 要乐于住人 尤其是这样 条件快奶奶脑年人 说完就到他家门口了 乖乖那么大 我真的很佩服我爸爸 连十块钱都要分好几个 微信钱包装的人 还会去帮助人家 老女 等我们老了可怎么办呢 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啊 我们老头子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去网巴开黑的 说不定还是我们这批人 等你们老了不要乱跑啊 为啥 老了会得老年痴呆了呀 我得看住你们呀 谁说老了就得老年痴呆啊 那只是一小部分 那万一 没有万一 那要是 不是就不是 我跟你妈绝对不会是老年痴呆 哦 那好吧 我们真的你们老了 我也会养你们的 吃饭了也没关系 这么小就要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了吗 不行 我得把它改成过来 爸爸妈妈不需要你养的 我和爸爸相互扶持 可以过得很好的 谢谢爸爸妈妈 我想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好 拜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